哈囉這系列單元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金流 在網路上做生意如何收到錢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如果在你的網站裡面 沒有一個可以讓顧客快速掏錢付款的金流 那很容易就會讓你的顧客失去一大半 所以這系列單元影片我會開始與你分享 要如何使用我最常使用的一個金流系統 藍芯金流 那今天這影片會與你分享藍芯金流的一些特點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在Google這邊搜尋藍芯金流 好點擊藍芯金流服務平台 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它有介紹只要三分鐘就能開始網路收款 那完整的金流服務啊一次到位等等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有哪些服務 好你可以看到說如果你使用藍芯金流的話 你可以使用線上的刷卡服務啊 以及實體的刷卡服務啊 或者是超商代收的服務啊 或者是網路ATM的收款服務等等 好它就可以把這些不同管道的錢 全部串接並且整合在一起 讓你可以直接在它的後台裡面看到所有的錢 從哪邊進來的誰附的這樣 不用還要一個個去不同的管道的後台去查看 好我們往下滑 嘿那它這邊有說有什麼EasyPay啊 ApplePay啊 GooglePay啊 SansomPay啊這樣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你都可以去做申請 然後應用金流服務 喔它有捐款平台 也有電子發票 也有和實體店面整合的刷卡機等等 好我們再往下看 欸它這邊還有和一些物流合作 然後這邊是商店加值服務 可能是可以串那個電子發票啊 電子收據啊 或者是可以和一些點數應用服務去串接 像是Lightpoint等等 好這邊是技術串接的服務 如果你是請工程師幫你寫一個購物車型的網站的話 那可以請這工程師直接串接這個藍心金流的API 讓你的購物車型網站可以直接透過藍心金流來收錢 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使用像Wallplace之類的那個平台去架網站的話 你可以把藍心金流串接那個Wallplace專用的購物車系統 Wallcomments來收錢 如果你提供的服務是屬於講座或課程型的服務的話 那如果你又剛好請工程師去寫你自家的網站的話 你也可以把藍心金流串接你們家的報名系統 讓客戶看到喜歡的講座或課程可以直接在線上刷卡購買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他會扣多少的手續費 好這邊就是你使用藍心金流的時候 他所扣的信用卡手續費 如果顧客是一次付清 那你就要付給藍心金流2.8%的手續費 對如果你有分期那就這邊有一些分期的不同的%數 那如果你是透過藍心金流去收顧客的國外信用卡 營聯卡或者是行動支付的話 藍心金流這邊一律都抽2.8% 對那當然如果你能夠彈到更低就把牙底吧 好那非信用卡手續費在這邊 網路ATM啊抽1% ATM轉帳抽1% 那超商代碼繳費就28元 那超商條碼繳費就20塊錢 這些上面的都是顧客付錢給你的時候 藍心會扣的手續費用 那這些收來的錢會先放在藍心金流的後台那邊 當你要把藍心金流後台的錢 挪入到你企業或你個人的銀行帳戶裡面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提領的手續費用 對10塊錢 然後他這邊有寫說每個月可享有4次手續費免收優惠 好這邊我通常是一個月或半個月提領一次 不會是很頻繁啦這樣 OK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在下個影片當中我為你分享 要如何申請藍心金流的帳號 OK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在數位行銷上面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的QR Code 到我的Lite去問更多喲 我是黃豪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